各位這個是折疊式迷你攝影棚 它這個可以直接打折 收捲成一個這麼小的一個型態 80x80升80一個立體肩方 然後 使用它注意一個事項就是 它全部都是樓光布 先用這個色塊色布來當它的基底 底色背景先把它鋪好 用魔鬼毯 僕把魔鬼粘 四角魔鬼粘粘好 粘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曝光 光有三個樓光罩 這三個樓光罩裡頭 你只要到五金行 很電氣行 打開 這個展開之後呢 你只要把這個燈泡放進去 燈泡是買越大越好 灯泡满月待好 放上去 第一盞灯 布好了 Top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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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好了之后 另外它这里还有两只脚 分别立在旁边 一只 两只 灯罩跟着一样的 立好 立好 再来就楼光布 这个灯里头有楼光布可以配 那你的光级更加的柔和 其实这个布呢 本身这里已经有楼光了 里头不会有影子 那这几个 样的配置都做完之后呢 背景 底部 再来配 这个叫做 我们的电动转盘 那它电动转盘配有各种颜色 同时有个remote control给你 转四十五九十一百八 然后正转反转 play暂停 全部都有在里面 使用注意事项大概就这样 那你如果拍玻璃的东西呢 建议把这个 这块布 给黏上去 那 留这个孔放摄影机 放相机 那在拍摄记录的时候 它的反射才不至于 去倒映到我们摄影师 跟我们摄影机的这个镜头的部分 好以上这个 介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希望您了解我的明白 先生还有什么要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